内地近期收水 人行今天更加加大了资金回笼力度 进行了260亿元的正回购 拖累A股和港股急跌 瑞隐政见研究部副主管陈李就认为 人行正回笼资金 反映货币政策已经回到中性 换句话说 他愿意维持现在一个资金价格 或者流动性的宽松程度 但他并不愿意让资金价格变得更宽松了 并不愿意让资金价格变得更便宜 虽然上证指数今天跌穿了2300点 但是陈李对今年A股的表现仍然审慎乐观 第一关于市场overall的看法 我想我应该在你的审慎后面加一个乐观 审慎乐观 我们的目标价 我想正好在三个月以前 应该是12月初11月份 我来香港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过 我们全年target是20%的potential upside 换句话说 对商人宗旨来说是2600点 所以还算positiv 因为还有上涨 对吧 他有预期 今年内地整体企业盈利 将会增长10%至12% 我们现在依然认为 2013年全部的企业的盈利增速 能够达到10%到12%左右 2012年这个数字是0 所以13年的earning growth 要比2012年高 谢谢 kan 感谢大家